簡約科技吧台 黑色線條立體天花板 強烈聚光燈打下去配上音樂 彷彿來到高級咖啡廳 換個角度看更驚豔 藝術品般的配件優雅陳列架上 看得如痴如醉 這裡不是一郎 而是超級豪車展見兼工作坊 貴賓離開吧台 馬上銜接到的就是客製化部門 這裡有各種皮革可以讓你自己 跟心愛的車來做對比 甚至還可以像開珠寶盒一樣 摸摸看這裡的方向盤材質 打造最高級的選配 方向盤轉一轉 掌握手感 整排從車內投整 示板各種縫線樣式 到車外輪圈 車色統統隨選 看累了休息一下 15萬元的高級座椅已經備好 而且望遠看 百分之百全是義大利的奢華家具 為了提升豪客隱私感 連展見常見的開放式落地玻璃 都放棄改為深色格紮屏風 之前在七騎那邊 我們的新車的銷售跟售後服務 其實是分開的 這邊當然也是一個 算是台中未來取代七騎的一個 全新的重劃區 2500坪的豪車展見 這回赤資近6億台幣 把原本在台中七騎的基地 搬到面積更大的13騎 甚至看準總科萬億 當地豪客多豪宅多 豪車當然得更多 像裡面最新的雙門敞篷 除了一體式引擎蓋 更是同級具唯一的四人座 要價1028萬 以及吸引不少人爭相搶看 可能北部的銷量還是比較多 占比比較多 但是反而在台中 是銷售比較多的是高價位的產品 不過台中競爭激烈 隔壁不只有法拉利 開車7分鐘馬上載到藍寶堅尼 南區還有新翻修的4500坪 寶石結展間和西屯的麥拉輪 開好台中超高消費力 車廠間的較量早已開達 這是台中報道